六甲有處理的青龍葉弘元 在這30歲做油燈到六甲製農 這幾年本地藝對農業的熱情 勝出不錯 再適合上後 頂到科技方式的北京王方時 希望透過這些年輕人創新的思維 帶動六甲的農業發展 在農產裡面 來回走來走去 沒人溫度農產著炒的是 有處理的青龍葉弘元 專門進水中和蘇哥 他做是做六甲製農 5年了 他已經是30歲了 現在就做六甲製農 已經是30歲 家人家的部分 整個斑掉 該當時用的牛番茄 就斑下來送給出米頭尾 對於做產 葉弘元說雖然辛苦 不過他看到青龍葉弘作物很少 這也是他爛以前 回來家鄉做產的關心 製造業後來是轉服務業 他也是該怎麼講 那一年是我爸他心上開刀 他就是他換瓣磨 然後又二間瓣瓣磨必所不全吧 所以那一段時間回來之後 就本身是對這種農屋的比較有興趣 所以後來再去學習這樣 有些老人家會覺得說 年輕人幹嘛要回來烏龍 但其實烏龍他也有一個方面 是要觸發我們自己的心靈壓力 然後每天起來其實有時候看到那些綠綠的花草 也是算蠻不錯的 所以看到綠綠的花草 有時候會讓我覺得心情比較快樂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來從事農屋這樣 一張車河打開他到土地優先緊張的英文 頂頂好幾乎知道後 對小人人的關心也很固定 平土地感到產生一個興趣 所以他也跟家裡的人說 他想要來做這個農作 因為家裡也跟他做一個交通 認為說未來這個農作 他有自己的思維 想要好好發展 所以他也跟很多我們六天很多的地方 包括採消班 還有錢到很多 我們採消班的班長 或是說我們老農友 針對一些耕種的一些技巧 人家知道 師傅也真的跟他做一個指導 讓他覺得說在學習一下 讓他增長很多的知識 他也隨著我們這些老農友 跟指導的一回來做耕種 那也種出了一片的蹄蹄 所以現在他也會回去 不管在到座上還是說 換了換季的時候 他會轉座做很多蔬菜 還有刮果類 他們都政案非常好 也受到我們在地很多居民的肯定 以農為本的台灣 農村人口雖然漸漸流行 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 回來顧鄉進產 用他們的節能精神 今天農產到高興 找到新鑽的方式 大家好 新聞林貴英 六甲彩虹報道